嗨 大家好 那么这一节课我们来讲解一下 Low Poly Dementy模型的一个建立 还有优化 那么当我们在网上下载下来的一些模型 然后我们想让它模拟出这样的一个纸张的风格 那么实际上我们必须要对这些模型进行一系列的处理 那并不是所有我们下载下来的模型 都可以直接把它制作成这种纸张的一个风格 那么就像是这个小车 那么我在这边下载下来的一个 在网上下载下来的一个模型是这样子的 那如果我们直接调用 实际上是并不能很好的模拟出这种纸张的一个风格 那么在这边我们必须要经过五步的一个处理 那么第一步就是要把当前这个模型带有导角的这些零件 把这些导角全部去除掉 那么像是在这边我们按NB进入这个细分 那么我们选中这一系列带有导角的这些多边形 然后把它的一个导角全部去掉 那么包括后面去掉 然后我们还有这边的这个蓝衫 那么我们要把它的一个导角去掉 那么把导角去掉之后 那么第二步就是把所有带细分曲面的这些零件 把它的一个细分曲面全部都去掉 那么在这边这个镜子我们把它的一个细分曲面关闭 让它呈现出原来的这个立方体的一个形状 那么包括这边的这个镜子把它的细分曲面删除掉 那么第三步就是把它多余的一些细节全部删除掉 因为我们在做折纸的时候 实际上并没有那么多的一个细节可以呈现出来的 那么像是这个把手 那么我们找到它在这边 我们把它这个左边的这个把手 还有右边的把手全部选上删除掉 那么这个就是删除细节 那么包括后面这里面有个小按钮删除 好那么还有它顶部的这些小细节全部删除掉 仅保留它上面最顶部的这个立方体 同时把它的一个圆角去除掉 那么接下来啊 第四步就是要把该换的一些零件都换掉 那么像是这个轮子 那么我们看到这个轮子还是有比较多的一些细节的 那么我们选中这个轮子在这边 我们直接新建一个圆柱体 按R键让它旋转90度 然后缩小一点点 我们把这个圆柱体作为我们这个轮子的一个子机 然后复位一下PSR 把它放大一点 跟它原来的这个比例相匹配起来 然后我们到这个测试图里面 按1键让它移动到这边 然后从这个顶式图 按住Ctrl键 直接螺到这边来 好 这时候我们选中这两个圆柱体 按住Ctrl键 把它复制到这边 那么这时候我们就可以把它原来的 这些 我们先把这些圆柱拖出来 然后把它原来的这些轮子 全部按Delete键删除掉 那么这时候我们保留了新的这些 我们建立出来的这些轮子 这边我们调一下它的一个位置 好 那么我们现在这个轮子 我们把原来的这个轮子散掉 新建的这个仅仅是一个圆柱体的这个轮子 那么看起来就更加简单了 好 那么现在我们看一下它这个车身 实际上它这个车身建立起来非常不规则 并且它有一些倒角的出现 那么实际上我们还可以把这个车身 整体的这个车身直接删除掉 我们把它删除掉 自己来手动建立 那么我们从这个正式图 我们先来新建一个简单的立方体 调整一下它的一个宽高 再放大一点点 好 然后我们从这个测试图 再调整一下它的一个位置 高度缩小一点 那么这时候我们把这个立方体按C键 键掉 然后接着我们就要把它上面的这一部分 制作出来 那么我们可以按这个面模式 进入这个面模式选中最上面这个面 然后按快捷键i 就是一个内部挤压工具 然后拖动一下 这时候按T键 让它缩小一点 按1键 移动一下这个面 继续按T键 让它在这里面也向里面收缩一点点 然后我们按1键 让它螺上来 那么这时候我们要让它在这边 跟我们这两个镜子相连接起来 我们按T键 让它稍微的放大一点点 好 接着我们继续按D键 让它继续挤压 那么我们从这个正式图 让它挤压到我们这个跟上面最顶部的这个立方体 相接触 然后按T键 让它缩小一点 同样的在这边也缩小一点 好大致的形状我们现在就做好了 接着我们就要制作它的这些镜子 那么我们按K L 循环切刀 那么在这边我们选择它中间这一块 切上一刀 切上一刀之后继续用选择工具 然后选中它最前面的这个面 按I 内部挤压 挤压一点点 然后按Delay键 把它删除掉 接着我们选中 左边和右边的这个窗口 然后按I键 内部挤压 那么看到我们现在内部挤压它是连接在一块 那么我们把这个保持群组关闭掉 那么 现在我们就是独立内部挤压出来了 那接着我们按D键 让它向里面 挤压一点点 好 那么这时候我们这个小窗啊 就制作好了 那么 这个就是要把该换的这些零件啊 我们都换掉 那么最后一步 我们就是要把它的一些平滑着色标签 全部都删除掉 那么现在我们看到我们新建的这个车身啊 实际上它是自带这个平滑着色标签的 那这时候 我们按Ctrl加2 去按一下 那么特别是转到一些角度啊 那么它在这边啊 会过渡非常非常的平滑 那实际上 我们在制作这个折纸的一个模型啊 它看起来每一个转角处啊 都是非常的锐利的 而并没有这种平滑着色的一个效果 所以在这边我们就可以点击这个小眼睛 在这个标签里面 我们直接双击这个平滑着色标签 那么它就会把我们当前模型里面啊 所有应用了这个平滑着色标签的这些对象都激活了 激活之后 那么我们就直接按delic键 删除掉 把所有的平滑着色标签都删除掉 那么这时候我们再来按Ctrl加2 渲染一针 那么它就会每一个转角处啊 都非常非常的适应了 那么这样子啊 就是一个折纸的一个风格 好 我们再来回顾一下 我们要把当前的这些模型啊 变成纸张风格的一个效果啊 必须要经过几步的一个处理 那么首先就是要把所有这些零件啊 把它带有倒角的 都把它的一个倒角直接去掉 那么第二步就是要把它多余的一些细节 全部都删除掉 例如是这个汽车的一个把手 还有它上面一系列的这些细节删除掉 那么第三步啊 就是要把它的一些啊 细分曲面 带有细分曲面的这些部位 把它的一个细分曲面删除掉 那么第四步就是要把该换的零件啊 直接我们手动换掉啊 像是这个轮子 包括这个车身的一个模型 那么最后一步就是要把它带有这个平滑着色标签的 这些平滑着色标签全部都删除掉 好 那么关于这个低面体模型的一个建立与优化 我们就先讲到这里 那我们下一节课再见